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酱美食 今天来做一道苍鱼烧年糕 先处理苍鱼 把苍鱼切块 切斜刀 再去馋去山清洗干净 洗去黑膜 清洗干净后备用 准备辅量 把年糕切成厚片 今天这道苍鱼烧年糕 家常做法 又可以当饭吃 又能吃到好吃的海鲜 葱姜蒜 葱白部分切小段 葱叶出锅备用 也切小段 蒜切成小粒 姜也切小粒 总量辅量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炒锅 就可以开始做了 锅上热后 加油 煎鱼的时候 油温要稍微高一点 以免粘锅 现在把窗鱼切好 放进去 鱼 鱼倒进锅内的时候 先不要去冻它 煎定型以后 再反个面煎一下 两面煎到小火 一会儿 又煎掉 在油 如鱼 水 葱姜蒜煸出香味以后 再把煎好的苍鱼再次放回锅内 加入开水 再把年糕加进去 下落年糕的时候 就可以把苍鱼拿到年糕的上面 以免出锅的放在底下就糊掉了 加一勺料酒 盐一勺 加一小勺白糖提鲜 盖上锅盖 煮五分钟就可以了 时间到打开盖子 中头的时候烧两分钟这样的时候 要打开盖子 把锅放动一下 以免年糕干锅 撒下葱段 即可关火出锅 好了今天一道苍鱼烧年糕就完成了 苍鱼烧年糕主要用开水烧 开水烧出来的汤汁就会摆 现在我们来品尝一下 不用酱油红烧就白颜色的味道怎么样 先来块年糕 年糕非常鲜 它现在主要是吸收了苍鱼的汤汁 那种鲜味 年糕特别好吃 也非常软末的年糕 再来吃块苍鱼肉 味道怎么样 这苍鱼肉质很厚 苍鱼肉吃起来比较细腻 时间要上到好处 时间烧久了 这苍鱼肉就不好吃了 味道十分鲜美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